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政治的最新动态 特别是与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有关的性丑闻 最近两位关键的内阁人选 分别是提名国防部长的皮特海格赛斯 和提名司法部长的马特盖茨 因为性丑闻而引发了不少争议 这可能会对他们的提名确认程序造成影响 首先海格赛斯被指控在2017年性侵一名女子 并且为了避免这些指控曝光 向他支付了一笔为公开的款项 他的律师则表示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 而海格赛斯也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另一方面盖茨则在众议院道德委员会 对他的调查即将结束之际突然辞职 这让人们对他的行为产生了更多疑问 尤其是他是否曾与一名17岁女孩发生不当关系 随着这些丑闻的曝光 特朗普仍然对这两位提名人表示支持 但参议院的审查过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许多议员对他们的经验和过去的行为表示担忧 尤其是海格赛斯的身上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纹身 究竟这些争议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提名 还需要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两名特朗普内阁提名人卷入性丑闻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两名关键内阁人选 因性丑闻卷入争议 他们分别是被提名出任国防部长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皮特 海格赛斯 皮特·哈克斯和提名担任司法部长的前众议员 马特 盖茨 Matt Gates 这些争议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在参议院的提名确认程序 海格赛斯的律师蒂姆 帕拉托雷 Tim Parletor 周末告诉美国新闻媒体 44岁的海格赛斯曾向一名指控他在2017年性侵的女子 支付一笔为披露金额的款项 以避免他认为毫无根据的指控曝光 42岁的盖茨的第四个两年任期接近尾声 但他上周突然从众议院辞职 正值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即将完成对他的调查之际 该调查涉及他是否曾与一名17岁女孩子发生性关系 并使用非法药物 一些议员表示盖茨曾在众议院展示其手机内性伴侣的裸照 盖茨否认了这些指控 联邦当局今年早些时候决定不对他提起指控 海格赛斯的律师帕拉托雷称 海格赛斯2017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 参加共和党妇女活动后 与该女子在酒店的性接触是两相情愿的 当地警方经过调查后未提起任何指控 帕拉托雷告诉华盛顿邮报 海格赛斯几年后与该女子达成和解 因为他认为一旦对方提起诉讼 将导致他立即被福克斯解雇 当时他是福克斯电视台 这周末脱口秀节目的知名主持人 他被诬告 我的立场是他是勒索的受害者 帕拉托雷告诉美联社 并将此案形容为成功的敲诈 该名女子的姓名并未公开 美国媒体通常不会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披露性侵嫌疑受害者的姓名 几天前 一名自称是原告朋友的女子 向特朗普过渡团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详细说明了海格赛斯与原告的事件 之后 帕拉托雷向新闻媒体发表了声明 原告声称 海格赛斯在酒店酒吧饮酒后 强奸了他 特朗普目前仍对海格赛斯表示支持 这一提名是非常规的五角大楼负责人人选 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 对于海格赛斯缺乏在国防部门或企业界的管理经验 表示担忧 美国国防部长一职 需管理超过200万名美军士兵和近80万名文职人员 此外 一些批评者对海格赛斯又凶上的大纹身表达担忧 他将这个纹身描述为一个基督教符号 称为耶路撒冷十字架 但批评者认为这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 海格赛斯告诉一名采访者 他2021年曾应该纹身被认为是极端分子 被上级从负责拜登总统就职安保任务的国民警卫队中调离 当针对海格赛斯的指控首次曝光后 特朗普发言人史蒂文 张 史蒂文 声称 海格赛斯 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我们期待他得到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的确认 如此 他可以在第一天就开始行动 让美国更安全 更伟大 尽管佛罗里达州的选民 刚刚再次选出盖茨 使他得以连任第五任期 但他上周三 11月13日辞职 使对他的调查终止 一些美国参议员 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都希望在审查内阁人选履行宪法规定的 建议和同意职责 时能够获得众议院道德委员会 关于盖茨调查的结论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是众议院中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领袖 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咨文节目说 他对是否公布这份草稿形势的报告 犹豫不决 约翰逊认为 由于盖茨已不再是国会议员 因此不应公布任何道德报告 尽管过去也曾有类似案例 他表示 参议员在审查盖茨 作为国家首席执法官员的提名时 将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审核 但他们无需查看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报告 一些参议员表示 如果众议院不主动交出报告 他们可以发出传票 特朗普也仍支持提名盖茨 这位当选总统 还试图说服参议院 在明年1月他上任时 将由共和党占优势 同意偶尔修会 以便他任命其内阁成员 而不需要经过争议和耗时的提名 确认听证会 但这一努力目前为获成功 本报道部分信息来自美联社和法新社 布雷德迈尔 是美国之音 VOA 国内和国际新闻专职撰稿人 多年前 他曾为《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谈报》工作 是华盛顿的资深和获奖记者与编辑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the way don't miss the day market smoothie never spill catch in hand it gives a thrill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traders lost a nine to five in the numbers we all fly interest rates they steal the show up and down they always go recession tales inflation tales smooth and rocky market trails pass and bulls they eat the dance every move a risky chance markets moving never spill cash in hand it gives a thrill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inflation tales inflation tales inflation tales smooth and rocky market trail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